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铁桑的前锋,阵容方面的话 一个前锋,两个前锋,三个前锋 三个绝火前锋 饭天乐也是绝火前锋,对吧 张玉剑,小铁结果不用说了,比赛里面就是前锋位 面对的是一个女巫,阵容方面的话,女巫这边应该搬了一个机械师 这套阵容搬掉机械师 女巫打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舒服的 没有特别的舒服的 虽然说你把戒指搬掉了以后,外面是三台机在修的 但是呢,这张地图比较大,女巫想控场比较难的 如果说前期抓的不是那个先知的话 还是穷者比较好保评的,还是比较好保评的 就女巫想要去控场比较难 所以说这样,因为女巫控场比较难的 所以说女巫压不住密码机还是能点亮 点亮以后呢,这些猛男,他们的一个开门战能力很强 还是有机会去争取一个平局的 当然我觉得这套阵容想要去打一个女巫能赢的话 得前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牵制能力才行,这边的话有一个洞 这个洞刚才没处理掉,现在的话这边祭司往前进板 这块板子一刀没打住,完了 这块板子一吓的话,女巫第一只狗可能要废啊 再一个东西打,放狗女巫抓祭司是有说法的 这里信徒还没补出来,那第一波的一个牵制应该是到位了 这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洞没打掉 让这边的祭司利用这边打了一个长洞 哎,一刀这! 那前锋来保吧 这里,幸好就是信徒没补出来 如果信徒补在祭司身上面,这边原生信徒打一个震射 那这个局再给前锋补一个信徒,这前锋就不好用了 现在的话前锋虽然说不一定能干扰的住吧 但是至少,对吧,我前锋没有信徒跟着 哎,想挂到地下室去,哎,挂到地下室我不给你挂呀 拉球,拉球,拉球,撞,漂亮 这一波撞是撞的很好 还要,他还去防了一波那个 摸起来了,帮我们扛刀,鸟顶上 卧了一个老天,这两个人是开黑的 一刀落地刀,但是鸟顶上的话 这边信徒还是消了 这个撞,已经是绕女巫这边的节奏崩了 切闪现,想打,好像没能打到 没能打到,这边没有交互点了 应该是倒了,倒了,倒了 哎,这边等会儿,有块板,有块板 再穿这个洞,范老师的个人牵制能力啊 虽然说吃了个正式,大家前面的牵制 包括这波的牵制,刚刚我们是没有镜头给到 有点可惜,这个闪现没给到 呃,这闪现不知道怎么躲掉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局,穷者有的赢了 有的赢了,前锋那波撞很漂亮 他防了一手,那个信徒的往回打那一刀 然后再撞,虽然说这边给你时间放下了 但是呢,呃,这波撞撞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再加上本身,前面祭司有摸过一段时间 局势上来看的话,这边底牌也已经交掉了 应该是一个私人开门战 女巫翔宝屏的话,嗯,不是特别看得见了 毕竟面对的是这四个 怎么说的,这四个有点变态的玩家啊 他们的一个个人操作能力 说实话,这四个人单拎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啊 前方摸了瓶香水,还来救人 外面你们修,这把我塞,塞的起来 我现在真的这样给完以后,这边信徒消了 我觉得就已经很难打了 这边再补个信徒,给到前锋 消水 打一刀,打到椅子啊 还是,哎,刚刚没看到,我感觉好像打到椅子啊 还是打到前锋了 打到前锋,前锋这边消水像反正都一样 一个无伤救人 无伤救人,完了这边守住后他密码机 外面可以重启,祭司的话,拉开就行 前方还有小的球可以稍微保一保 外面这边先知 要起这台其实不太好 最好是外面再起一台 要帮忙削信徒了 要帮忙削信徒了 前锋这边再帮忙削 这个信徒如果能削掉 女巫将更难打 现在的话,因为前锋有球 哎,这边封住你的位置 一刀,过板刀,下板,打一刀,可以 回旋,做 我来个啦 趁你的一个插刀时间 就故意吃一刀,然后在这个点位 玩的这么溜吗 小铁 他这刀感觉是故意吃的 也不是他刚刚想下板,下了板 他先要下板,如果砸到了 女巫这边切了以后动一下 说不定这一点球还,打了个震射 问题不大,但是这边消了信徒 优兵这边直接摸,祭司拉走 这边是想要快速处理这边先知 先知这边的话,已经外面蜜蜜重启了 快速处理这个祭司 先知蜜蜜重启 没机会了,没机会了 因为优兵这边手上面还有一个薄命 再来管先知这一台 但管不住啊,先知这边两台都已经是差不多了 又有薄命 挂上了前锋 祭司这边就算将这个祭司闪现击倒了 也要再去补信徒才行 女巫这边应该是退而求其次来准备控场了 这边的话三台密码击倒是离的距离不是特别远 但是两台已经是修过了50% 佣兵一个护壁跳,直接拉 拉走以后博命带走了 追到佣兵这边的话有信徒跟着 应该是再给前锋补一个信徒 四秒钟以后 信徒补上 前锋这边尽可能拉走 佣兵这边也拉走 先知一个人修就可以 这台密码机70%多 祭司这边慢慢自己驱信徒 可能这个信徒都已经压好了 他这边可能要连个大洞 这里交闪现过来来补信徒吗 信徒已经补掉了 这边闪现过去 这边来挂前锋 二挂前锋 优秘可以来救 优秘的信徒已经消掉了 祭司这边的话 信徒应该是压好的 这个信徒应该是压好的 不动的 卡在这个位置 先知的话 这边是挨了一刀 守这台密码机 能守得住吗 闪现刀好的 先知到别倒地 前锋里面老下来 这前锋是前锋是个上挂飞 帮忙来消 帮忙来消 得帮忙保一手 得帮忙保一手 密码机压好了 这边祭司过来 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吗 闪现一刀打 先知这边挂上 用兵去救人 这边守住这个密码机 闪现想打 这个祭司成功 这个闪现没闪过去的话 感觉还是一个私人开门战 杀似这边的一个控场 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猎情况下 由于这边是一个近距离的三连 他是慢慢的将局打回 但是这个闪现没闪 这个闪现如果闪到 真把祭司秒了 这局有得翻呢 这个闪现如果闪掉 将祭司牵起来 然后挂上以后 佣兵这边的话 是可以扛刀来消息把密码机点亮 但这样的话 求者的一个局就比较残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一个求者全面控场的 一个开门战了 闪现一刀打 没打住 但是没关系再追 哎呦可惜 再绕再绕 佣兵这边 哎我去 这个佣兵一刀还不会倒地的 再过来补 补信徒 十秒钟以后才有机身CD 这边先知有反应 因为现在女巫靠近求者 本体靠近求者 有求人这边会有提示 没有闪现了 主要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我觉得张医界这边 能可以牵制无限啊 这边的两块板子 可以玩很久的 没闪现 前面有板 这边的板子 对于招一剑 这种选手来说 真的可以玩很久很久 拉开 一个加速拉开 拉走 这边门已经全开了 那就看 这边能不能追一个4了 地窖的话 有点远 有点远 两边架座砸一个跑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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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铁桑的那波前锋处理的那个点 真太关键了 吃一刀 然后你那边没有办法去动那个信徒 然后一波翻板加速撞给撞下来 保下了这个祭司 要不然有一个上网飞的祭司 我觉得女巫还是有机会能去往回打的 而且他如果说将这祭司挂上以后 有个上网飞祭司 然后再去控场上的密码机 真的有机会 改变是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